4月13号香港金像奖颁奖典礼举行 郑中基凭借低俗喜剧荣获最佳男配角 先后三次提名最佳男配均杀鱼而归 此次郑中基终于突围获奖现场几度哽咽 不过整个颁奖过程确实让观众啼笑皆非 让颁奖人和得奖人都饱受煎熬 原来为郑中基颁奖的正式就爱杨千花 虽然两人现在都各组家庭另一半也都在台下守候 不过依然难掩尴尬 平时都是妙语连桌的两人 这次在颁奖时也是闷头不语 另一颁奖人张家辉也趁势调侃两人 但两人依然是相对无言场面好不尴尬 对此网友纷纷调侃 幸好颁奖的不是阿萨 否则场面真是不太好收视 阿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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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萨